我想登记的时间就到24号了 再拖恐怕也不能够拖太久了 国民党这边呢 从上周丢出了一个24小时的最后通牒 到后来又出现了到本周三这样的说法 那么我刚刚又听到好像又有改变 好像说这个时间可能又会往后延 那无论如何我们这边还是会按照我们的进度 并且呢我们会不放弃继续跟国民党来沟通 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整合在野的力量 所以正如刚刚修哥说的 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委层级这方面的合作 在时间底线之前 我们还是会努力进一步的来跟国民党沟通 现在我们的这个选举会正在讨论当中 那么预计在中午的时候呢 就会通过这个名单 有可能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外公布